所以你是實力派嗎?你是實力派歌手嗎? 我嗎?我...我...我... 呃... 快修了說是吧 我要的愛 只在你身上存在 要不是你 不會哭得笑得笑得像小孩 讚讚讚工商服務時間結束了 心跳中懷 我要的愛只在你身上存在 要不是你 不會哭得笑得笑得像小孩 在一起不簡單別輕易 說分開 聽過這首《愛存在嗎?》 這個溫輪嗓音不是周星哲的 而是大碼創作新的蔡明人 愛存在先起一波翻唱潮 還在抖音刷下9億點閱的紀錄 從錯誤一下半歲收入價值錯吧 半歲還...呃... 據我所知有機會收到... 六位數 最近推出我的最新專輯 首張創作專輯叫做蔡明人 明人同名專輯 那怎麼會在疫情期間想要發片 我覺得好音樂只要是在... 只要它本身作品是好的 它不管在什麼時候發行 它都會被人家聽到 只要被人家聽到 它就是有機會被大家認同 就像好的零食一樣 你裡面有什麼歌是跟它有關的嗎? 新專輯裡面 主要有一首歌是在講 關於流浪狗的一首歌 叫做《讀字以後》 所以是算寫給它的嗎? 呃...不算 對,算是寫給流浪狗 哦,流浪狗 對,必須這麼說 可是...整個編曲的氛圍 是以我跟它相處那麼久 就是...我比較活潑亂跳啊 比較難以捉摸的那種... 那種性格去揣摩這首歌 去編這首歌 那你試著對它唱一下你的這首歌好不好 OK,OK 我只剩沒人要的狗 當初在街道上傳說 經過的人群看著我 沒有以為停留 太無情了 沒有理我 對啊,竟然不懂了好音樂這樣 對啊,連狗在你的頭還撇過去這樣 對,我的音樂它應該聽蜜了 哦,OK 你跟它什麼時候相遇的啊? 我是在一家...就是... 寵物獸龍所 當時我記得好像在... 眾多的狗狗當中 只有它... 就是... 在一個角度一直這樣瞄我 只有它 然後我剛好轉過頭 也看到它在瞄我 那樣子 然後它... 小時候就已經非常可愛 就QQ小小子 那可是那時候我還沒有... 當下還沒有覺得... 要領養它 那我就是先回去想想看 對,然後... 可是之後... 有想說 欸,我下次再回去看一下 如果它還在的話 沒有被領養走 我就... 直接把領養 好久不久它真的還在那邊 所以就跟它互動一下啊 它也很親人 所以就... 好,就直接下定決心把它帶回家 OK,那它的名字叫什麼? 它叫Friday 該不會你們相遇那天就是... 剛好是星期五吧 第一天相遇的時候 剛好真的是星期五 因為剛好... 我... 之前有一隻狗 叫做... Sunday 對,禮拜天 那我覺得... Friday也是蠻... 蠻好聽的 也蠻順口的 然後就... 就幫它擠在那裡 那... 那你未來的狗就要... 就是... 要收集... 整個禮拜天 有一次我... 即興常委員 然後在家裡 就一直... 上廁所拉肚子 然後它就... 欸... 那時候它就開始覺得 欸...怎麼我一直... 好像很難受這樣 所以到... 那一天之後 我每次... 只是想要上廁所還是什麼樣子 它就... 一定的陪我到廁所裡面... 趴在馬桶裡面 陪我 那你有沒有感覺 想幫它找個女主耶 你也是要找個室友 對,你就算了這樣 其實... 要... 要找到一個喜歡狗 跟願意照顧... 一隻狗狗的人 其實也不簡單 那可是有時候... 人就是你知道... 七情六欲有時候... 不是光靠寫歌 就能夠抒發 你知道嗎 那自己在... 真的很寂寞很寂寞 狗剛好也在睡覺的時候 那怎麼辦 那個寂寞怎麼填補 我這個人很神 我不會去強迫去... 我不會覺得說 欸...我寂寞 我一定要趕快去... 其實有點... 感覺有點太... 太渴望 或仰臥起座什麼... 過去的交往對象 一隻手指數... 就是... 兩隻手指數得... 數得完嗎 一隻手指數還有三 大概... 有寂寞... 談過幾段戀情嗎 我... 真正... 比較... 真正最認真 最認真 我要問到感情常 特別激動耶 他不想... 他不想要... 人家跟你分愛就對了 對... 你只屬於我 問我想不想交你們 我覺得... 我覺得... 當然是想 可是... 我覺得... 以目前... 我的事業的進度 我覺得... 還是以... 工作為重 可是... 也不排斥 多交新的朋友 跟你好消息 謝謝... 各種好消息 謝謝... 第一時間會通知你 好... 那... 留個Line喔 好...